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指着天启示 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 不可指着地启示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金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启示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 你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儿者 弟兄姐妹 耶稣在这里就针对当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是犹太人他滥用启示的这个事情 那法利撒冷就认为说 如果以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的名字去启示的话 那如果你起了这个事 你做不到的话 那你违背了这个誓言 那后果呢 其实不会这么的严重 因为你没有用上帝的名字 那他们其实认为说 没有使用神的名字启示 而且这样子就会遵守那个的律法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节 他说 你们不可望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 那他们启示就没有望称神的名字 他们用其他的东西来启示 那主耶稣就说 你今天启示 无论你是对着天启示 对着地启示 对着耶路撒冷启示 还是呢 你是指着你的头启示 这一些的誓言启示都跟神有关系 也就是说 无论指着什么东西启示 你就应当去谨守你所起的事业 你所有的东西 你指着那个东西启示 那都跟神有关系 而且主耶稣就继续说下去 他说 你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也就是说 你平常就要说是话 你平常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品格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好品格的话 别人能够信任你的话 你没有必要用启示来去保证 你的话是真实的 弟兄姐妹 这一段圣经 也并不是叫你完全不要启示 主耶稣并不是说去反对启示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启示的 例如说 在法庭上面就需要启示 这个启示是在说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的里面 我们不需要用启示 来去赢得别人对你的话语的信任 如果你需要用启示 来去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的话 这就代表你平常说话 就是靠不住的 就是代表你平常就是欺骗 你平常没有说实话 那所以启示呢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好品格 就是说实话 不要欺骗别人 这样子你就没有必要启示了 弟兄姐妹 反思一下现在 你平常说话有说实话吗 你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吗 那在什么情况底下 你是不说实话的呢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弟兄姐妹 你是一个诚信的人吗 就是说你所说的话 别人可以信任你吗 你所说的话 你是能够按照你的话 来去行出来的吗 或者你答应别人的事 是不是都可以做得到 还是你常常是信口开合 自己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做得到 然后就随意的答应别人 到最后你做不到 接下来我们要读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8到42节 你们听过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那你就跟他走恶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 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这里 他就讲另外一件事情 就讲到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个律法 在旧约 这个的律法 其实并不是用在 报复别人的事情上面 在旧约的时候 这个律法是怎样用的呢 就是当有人伤害你 然后有人使你受亏损了 你把这件事情 带到这个审判官的面前的时候 那这个的审判官 就要叫这一个 使你亏损 伤害你的那一个的人呢 对你做出相对的赔偿 如果他伤了你的眼 他就赔你眼睛 如果他伤了你的牙 他就要赔你牙齿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亏损了什么 他就要按照你的亏损 还回给你的意思 那可是来到耶稣 那个时代的时候 这个的律法就错误的 被使用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上面 那犹太人 是怎样的用这个律法呢 犹太人就说 如果有人伤你 那你就要报复他 他伤你的眼睛 你就要伤他的眼睛 如果他伤你的牙齿 你就伤他的牙齿 就像我们现在华人所讲的 你做我出意了 我就做你食物 那你害我 我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报复你 而耶稣在这里是在教导说 我们不要这样子的报复 耶稣在这里说 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 你连另一边也转过去 由他打 当时候被打脸是一种严重的侮辱来的 那耶稣呢 其实在这一段的里面 有特别的在针对 当门徒们 当他因着信仰的缘故 面对别人对他的逼迫的时候 那别人逼迫你的时候 那你要如何的对待别人 你不要去报复 那耶稣在这里就说 他说有人打你一边脸 不是叫你真正的把另外一边脸 转过去给你 给人打 就是意思说 别人侮辱你的时候 那你要去承受这个羞辱 甚至呢 你要预备承受更大的羞辱 可是都不要去报复 那主耶稣在这里也说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别人想要恶意的带你 拿你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就让他拿去 甚至你还多加的送给他 其他的东西 初期教会 基督徒受许多的逼迫 其中的一个逼迫呢 他们需要面对政府充公他们的财产 而耶稣在这里说 如果是说你受逼迫的时候 别人要拿你的东西 你就让他拿 甚至送他东西 可是你都不要去报复 然后耶稣在说 他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跟他走二里 当时候罗马有一个军阀 他说任何的罗马士兵 都可以命令犹太人 帮助他们被士兵的背包 走一里路 可是只能够走一里路 不能走多过一里路 不能走两里路的 那耶稣就是说 如果呢 你们有被要求 被背包走一里路的话 那你就出于爱心 再为他走多第二里路 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这里呢 是在告诉门徒说 他说别人恶待你的时候 欺负你的时候 逼迫你的时候 不要报复 你确实要以爱心 加倍地回报他 弟兄姐妹 如果有人恶待你 你也不要 每一个的错误 你都要报复 每一个的错误 都要去追究 都要去控告他 你就是要放弃去追究 放弃去报复 要以善待恶 然后用爱心来 划解仇恨 以良善来去回应 坚恶 不过弟兄姐妹 你不要误解 主耶稣的意思 以为耶稣是说 我们永远都不要反抗恶 那耶稣 他对待作恶的犹太人 很不客气地 就指出他们的错误 那耶稣呢 在圣殿的里面 推翻那些 在圣殿里面 做生意的人的作指 那他很大胆地 反抗恶的 有必要的时候 那几时要做出 这样的反抗 就是在看 是对什么事情 而是在什么情况底下 那主耶稣在这一段呢 其实尤其 是在针对 当信徒 他受逼迫的时候 那就不要去报复 你受逼迫的时候 你要以爱心来去回应 你要以善来去怠恶 这样子 你就会更加的显出 那个美好的见证来 马太福音第五章 四十三到第四十八节 你们听过有话说 要爱你们的灵舍 恨你们的仇敌 但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 这样你们就可以 做天父的儿女了 因为他叫太阳造好人 也造坏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识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 你们若只请你们弟兄的安 有什么比别人强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做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如同你们天父是完全的 弟兄姐妹 在这一段 主耶稣 他是针对这一句话来说的 要爱你们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在旧约律法的里面 没有这句话 恨你的仇敌 这句话是没有的 可是旧约律法的里面 是有要爱你的灵舍 在立位纪第十九章十八节 他说你要爱灵如极 就是我是耶和华 那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恨你的仇敌 是当时候犹太人的教师 他们自己把他加进去的 那犹太人当时候就认为 只有犹太人自己 才是灵舍 也就是说 犹太人不把其他种族的人 当成是灵舍 例如说罗马人 希腊人 或者去帮助 罗马政府的犹太人 例如说瑞利 这些的人 他们都认为不是他们的灵舍 这些人是他们的敌人 所以呢 你要爱你的灵舍 就是你要爱你自己的犹太人 然后呢 你要恨你的敌人 就是你恨其他的种族的人 所以呢 你恨那些非犹太人 这些是你的敌人 是可以的 那耶稣呢 就告诉门徒说 你是天父的儿女 你不能够恨你的仇敌 你要爱你的仇敌 他在这里讲 爱你的仇敌的意思就是说 爱那些犹太人 所认为不是他灵舍的人 例如说罗马人啊 其他的种族的人 你要爱他们 然后呢 还要为那些 避害你的人祷告 其实 在这里的意思呢 耶稣他说 所有其他的人 其实 告诉他们天下 所有种族的人 都是你的灵舍 你都要爱他们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要像他 因为我们的天父 他用太阳照好人 又照坏人 然后呢 他降雨给好人 又给坏人 就是天底下的 好人坏人 神都给他们 某些程度的好处 而耶稣在教导说 你不要只是爱那些 爱你的人 因为呢 坏人也是一样如此的 他们只是爱那些 爱他们的人 如果你只是爱那些 爱你的人的话呢 这样子你的爱呢 其实是没有比 其他的人更好的 那你要像天父一样 去爱那些 不爱你的人 去爱那些 避害你的人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呢 你的爱呢 要超越其他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不要只是爱那些 对你好的人 也不要只是爱那些 爱你的人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那我们有上帝的爱 我们有圣灵的帮助 圣灵会给我们能力 那我们的爱呢 是要超越别人的爱的 那我们要去爱那些 恶待我们的人 不尊重我们的人 甚至骂我们的人 拒绝我们的人 我们要去爱那些 逼迫我们的人 去爱那些 伤害我们的人 弟兄姐妹 而不是去恨他 不是要去报复他 弟兄姐妹 当他避害你的时候 那你就要为他祷告 你要祝福他 这是耶稣的吩咐 弟兄姐妹 其实耶稣在这里说 我们要去 为这些敌人祷告 有的时候 我们跟别人 起了这些的冲突的时候 起了争执的时候 弟兄姐妹 当我们去为他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 就会有更多的爱 来去爱他 而这个的争执 这个的冲突 就因着这样子 我们的心没有 这样大的怒气的时候 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让我们这个时候 来反思一下 弟兄姐妹 在你的人际关系的里面 现在 有没有人是你 讨厌 恨他 你很想报复他的 因着他 对待你 可能恶待你 亏待你 欺骗你 逼迫你 你到现在 你很不服气 那你很想去追究他 每一个不公平的 对待在你的身上 你有没有这样的反应 弟兄姐妹 主耶稣 叫我们 不要报复 要以善待恶 要爱你的仇敌 为他祷告 那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很难做得到 可是呢 靠着圣灵的能力 就可以做得到 那虽然别人恶待你 弟兄姐妹 你要记得 神善待你 他爱你 他赦免你的罪 然后呢 他把恩典 白白地赐给你 现在神呢 也想你要把 这样的一个恩典 白白地赐给别人 你要像上帝这样子 其实恨别人的人 整天想要报复别人的人 这个人其实是 很丑陋的 反映不出上帝的爱来 可是呢 爱别人的人 我们就能够 反映出上帝的爱 甚至我们也可以 反映出上帝的能力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仇敌 把那些你还讨厌他 你还恨他 你很想报复他的人 现在呢 把他交给耶稣 主耶稣 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 来去为你生缘 你只是要懂得 去顺从神就好 这个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要来感谢你 为着你赐给我们的话 也来向你献上感谢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祈求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信实的人 我们的话 说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神啊 保守我们 每一次我们说话的时候 答应别人的事 我们都能够做得到 主啊 神的主 我们祈求你 主啊 帮助我们 在话语的上面 能够荣耀你 亲爱的主 也帮助我们 主啊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 总会遇到在人际关系的一些的冲突 纠结 争执 或者是不高兴的事情 神 我就向你祷告 帮助我们每一个 主啊 我们懂得来去面对 在人际关系上面 所起的这些的憎恨 主啊 我们向你祷告 赐给我们爱 主啊 给我们能力 主啊 以善来去代恶 给我们能力 用爱心来去对待那些 反对我们的人 逼迫我们的人 伤害我们的人 恶待我们的人 亏待我们的人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祷告 我们都要把这些的人 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 主啊 这乐举业 使到他们的生命 可以变得更美好的一个生命 主啊 赐得主 在他们的身上 来继续地动工 主啊 我们也祈求你 帮助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 对这些伤害我们的人 完完全全地放下和饶恕 主啊 赐得主 我们也祈求你 用主耶稣基督 你的十字架 那一个的伤痕 主啊 你的十字架 所受的 主啊 来医治我们 主啊 赐得主 我们向你祈求 拿走我们心中 一切的苦毒 主啊 拿走我们心里头 主啊 一切的伤害 主啊 你的爱 医治我们 主啊 让我们 因着圣灵的大能 主啊 因着主耶稣基督 所做的工作 主啊 我们心中 主啊 完全地恢复过来 我们的心里面 充满着上帝 主你的爱 主啊 是的 充满着主爱的人 才是个很美丽的人 神让我们向你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帮助我们 在这个世上 能够荣耀你的名字 主啊 我们可以做到 不报复 主啊 我们可以做到 真的是以爱 来去对待别人 主啊 忠然别人 对我们不好 主啊 舍得主 我们祈求你 帮助我们的爱 主啊 舍得主 大过其他的人 主啊 舍得主 我们求你 祝福我们 每个的弟兄姐妹 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祈求祷告的 Amen 请你继续思考 至今文 如何应用在你生命里 然后求圣灵对你说话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